你见过吸血鬼生小孩吗 简单计算下时间 只见妈妈被推进产房 阵痛的折磨 满头大汗的狼 宠物手掌点燃蜡烛 管家奏响音乐 好不热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亚当斯一家古怪异于常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们比许多看似正常的家庭 还要幸福和睦 这部充满哥特风的喜剧电影 你喜欢吗 记得评论区告诉老马哟